一个剑步把粉丝丢上台的玩偶扔到一旁 就是这个动作让Lisa遭批 却有粉丝爆料另有引擎 表情僵硬的转身离去 21日BLACKPINK在澳门场演唱会 因粉丝朝台上丢玩偶 突然有东西飞来 Lisa不但吓一跳 更赫然发现玩偶上疑似装有 整孔头拍镜头 让她露出不悦神情甩头走人 没想到后续泰国曼谷唱演出 竟有粉丝有样学样 一旁穿短裙的Rose 和Jenny还浑然不觉 偷拍熊熊就掉在脚边 这次Lisa毫不犹豫 领起玩偶往台下方向丢 而过去甚至有人拍到 Jenny在演出过程中 直肩被飞来的娃娃砸中 这样的行径对演出者来说 像是不定时炸弹 想必团圆难免心里有疙瘩 眼睛网友发现 早在疫情前 约三四年前演唱会上 BP还会接过粉丝玩偶 而今态度大转变 正是担心成了真空头拍受害者 消息传出后 微博上粉丝一片怒骂 有中国粉丝批评太恶心 也有人说这样恐怕会拍下群体走光 难怪工作人员禁止粉丝送礼 也有人呼吁相关单位 应该更加注意艺人安全 而粉丝往台上扔礼物 即使偶像没受伤 也容易受到惊吓而影响表现 不如还是专心欣赏演出 三连新闻 联韩报导 YG娱乐旗下的韩国女团Blackpink 由Ju Su 金智秀 Jenny 金珍妮 与韩译纽西兰及Rose 普彩英 泰国及Lisa四位成员组成 2016年出道以单曲专辑Square One 双主打曲Whistle Lumbaya正式出道 凭借着郎郎上口的音乐成功打进K-pop市场 并在Kochella音乐节一战成名 四人的个人特色与舞台魅力掳获全球粉丝 出道七年时间就创下了20项新纪录 当中人气最高的就属太极成员Lisa IG拥有9000多万粉丝追踪 成为韩流明星之冠 本名Lisa Manoban的Lisa 母亲在泰国是名门望族 因此Lisa是富三代 而继富是知名的五星级大厨 在泰国曼谷还有开设厨艺学校 虽然Lisa的家世背景坚强 但成为女王之路其实相当不容易 2010年YG娱乐宣告 将在世界各地挑选兼具美貌 唱跳实力的全球最强女团 当时年仅14岁的Lisa Samba独特魅力 气场 成功从4000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成为YG娱乐签下的首位外籍明星 14岁的她离香背景到韩国当练习生 承受语言不通与高压训练的折磨 让她天天以泪洗面 索性在其他练习生的陪伴下熬过每个难关 加上从4岁就开始卖力练武打下的基础 Lisa成为每次考核成绩都很出色的滋忧生 其精湛的跳舞实力更被封为舞蹈机器 精致 深邃的五官与出众气质 更获疯人间巴比的美称 也成功在时尚圈占有一席之地 不过成名后的Lisa也难逃被网友恶意谩骂的攻击 许多人攻击她来自泰国 东南亚的身份 过去Lisa出演韩宗真正的男人体验女兵生活 素颜登场的她被酸鸣嘲讽 靠农装演示浓浓的东南亚味 一句句带有种族歧视的言语 也让许多人跳出来帮Lisa反击 直言 韩国就是充满这种对东南亚的歧视风气 不过这些攻击丝毫都没有影响到Lisa 她深知外籍人士要在韩国演艺圈生存本就困难重重 只有让自己的实力越来越强大 才能够让酸鸣们闭上嘴巴 2021年Lisa以单曲 Lisa solo出道MV中更穿上泰国传统改良式礼服 展现只有泰国独特奢华的美感 而Lisa在演艺圈时尚圈的成功 也为K-pop历史写下新的里程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